阳台种菜真简单如何打造舒适的阳台蔬菜园 景号阳台种菜真简单景号水根育苗方法景号种菜入门景号都市种菜景号家庭蔬菜种植景号客厅种菜景号水根蔬菜自己种景号阳台种菜水根景号生菜种子景号种菜盆栽 图居阳台盆栽土根种植的奇雅子客户提供 都市生活中很多人都梦想能在家中种植自己的蔬菜 虽然空间有限但只要掌握一些诀窍 在阳台上也能轻松打造一座小型菜园收获新鲜健康的蔬果 本文将为您详细介绍在阳台种菜的秘诀 让您也能拥有自己的小型菜园享受亲手种植的乐趣 阳台种菜的秘诀 首先选择一个日照充足的地点是关键 阳台通常是最佳选择 因为它通常能够接受充足的阳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阳台也扮演着疏散通道的角色 所以在规划时要确保不会影响到行走动线和疏散条件 理想的位置是朝东或朝南的阳台 因为这些方位能够获得最佳的日照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通风 植物需要新鲜空气 所以选择通风良好的位置非常重要 可以将花盆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 让空气能够自由流通 如果是高温多雨的地区 在花盆下垫块砖头也有助于改善通风 土壤的选择也很关键 为了让土壤保水性更好 可以混入一些较粗颗粒的材料 如制石、珍珠石或赤玉土、露藻土等 适当的土壤可以帮助植物吸收水分和营养 促进健康生长 如何在小空间种出丰收 即使空间有限 也能种出丰收的蔬菜 关键在于选择适合小空间种植的蔬菜品种 根茎类蔬菜 如芋头、番薯、萝卜等 通常根系较小 非常适合在盆栽中种植 叶菜类 如白菜、线菜、菠菜等 也很适合在小空间中种植 此外,善用垂直空间也是一个好方法 可以选择攀爬性的蔬菜 如黄瓜、姜豆等 利用架高的花架或枝架进行种植 这样不但能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 还能增加产量 阳台蔬菜种植的利弊 种植蔬菜在阳台上有它的优缺点 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自己控制种植过程 确保蔬菜的安全性和新鲜度 此外,阳台种植还能带来一些娱乐性 让人感受到亲手种植的乐趣 不过,阳台空间有限 难免会受到一些限制 例如,可种植的品种和数量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阳台通常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大 如风、雨、高温等 需要更多的管理维护 适合阳台种植的蔬菜类型 在有限的阳台空间中 选择适合的蔬菜品种非常重要 根茎类蔬菜,如芋头、番薯、萝卜等 通常根系较小,非常适合盆栽种植 叶菜类,如白菜、线菜、菠菜等 也很适合在小空间中种植 此外,攀爬性的蔬菜 如黄瓜、姜豆等 也是不错的选择 能善用垂直空间 香草植物也是不错的选择 如九层塔、香菜、辣椒等 不仅好种,而且使用方便 这些植物通常不太容易招来害虫 也比较那样 如何规划阳台种植空间 在有限的阳台上规划种植空间时 需要考虑几个因素 首先,要确保日照充足 选择朝东或朝南的阳台会是最佳选择 其次,要注意通风 将花盆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 让空气能够流通 对于高温多雨的地区 在花盆下垫块砖头也有助于改善通风 另外,可以考虑利用垂直空间 使用架高的花架或支架来种植攀爬性的蔬菜 如黄瓜、姜豆等 这不仅能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 还能增加产量 最后,还要注意不要影响到阳台的疏散通道 在规划时要确保不会阻碍行走动线和疏散条件 打造舒适的阳台蔬菜园 除了选择适合的种植位置和品种 打造舒适的环境也很重要 可以在阳台铺设木板或人工草皮 来缓解水泥地面的高温 同时也可以适当遮蔽部分阳光 避免植物在夏季受到过度曝晒 此外,还要注意浇水和施肥的方法 合理的浇水频率和适量的肥料 可以确保植物健康生长 有些特殊的材料,如制食、珍珠石等 也可以混入土壤中,以提高保水性和透气性 通过这些措施,您就可以在有限的阳台空间内 打造一个舒适、高产的蔬菜园 享受亲手种植的乐趣,并收获新鲜健康的蔬果 结语 在城市生活中,很多人都渴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小型菜园 虽然空间有限,但只要掌握一些诀窍 在阳台上也能轻松打造一座小型菜园 通过选择适合的种植位置和品种,合理规划空间,并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您也可以在有限的阳台上收获丰富的蔬果 相信这些秘诀一定能帮助您成功打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型菜园 享受亲手种植的乐趣 阳台种菜真简单如何打造舒适的阳台蔬菜园 阳台种菜,不仅能享受新鲜采摘的美味 更能为生活增添乐趣和绿意 以下是一些打造舒适阳台蔬菜园的诀窍 一,阳台环境评估 一,光照条件 充足的阳光对蔬菜生长至关重要,选择喜阳蔬菜种植 若光照不足,可选择耐阴的蔬菜,如生菜,菠菜等,或使用人工光源补足光照 二,空间大小 根据阳台空间大小选择适当的种植方式 如吊篮,花盆,架子等 小空间可选择矮形蔬菜,或使用垂直种植的方式 三,风吹日晒 考虑风吹日晒对植物的影响,选择遮挡物或防风网 避免长时间暴晒,适当遮阳 二,选择适合的种植方式 一,花盆种植 选择排水良好的花盆,并在底部放置排水层 花盆大小需根据蔬菜品种而定,避免过小或过大 二,吊篮种植 适合种植草莓、番茄等垂掉性蔬菜 选择材质轻巧,耐用的吊篮 三,架子种植 适合种植藤蔓类蔬菜,如黄瓜、南瓜等 架子材料可选择木质、金属或塑料等 四,垂直种植 适合小空间,可以利用墙壁或栏杆进行垂直种植 可使用网格、隔板等工具 三,选择合适的蔬菜品种 一,阳光充足 番茄、辣椒、茄子、黄瓜、南瓜等 二,耐因蔬菜 生菜、菠菜、香菜、葱等 三,容易种植 萝卜、白菜、小白菜等 四,土壤与肥料 选择排水良好、富含营养的土壤 可以购买专用蔬菜培养土或自行调配土壤 定期施肥 选择有机肥料 如腐熟的堆肥、蚯蚓粪等 也可使用液态肥料 但需注意浓度 五,日常管理与养护 一,浇水 保持土壤湿润 但不要过度浇水 早晚浇水最佳 避免中午浇水造成水分蒸发 二,除草 定期清除杂草 避免蒸夺养分和水分 三,防虫害 使用天然防虫方法 如辣椒水、艾草等 必要时可使用生物农药 四,收获 选择成熟的蔬菜采收 避免过熟或未成熟 收获后 可以将植物修剪 促进新的生长 六,舒适的阳台空间打造 一,布置花盆 架子等 根据个人喜好 设计不同的布局 增添美观和舒适感 二,添加植物 种植一些花卉 增添色彩和香气 三,放置小物件 摆放小桌子 椅子 灯光等 打造舒适的休闲区域 七,阳台种菜的优势 一,新鲜采摘 随时享用新鲜采摘的蔬菜 更加美味健康 二,节省开枝 自己种植蔬菜 可以节省购买蔬菜的费用 三,丰富生活 享受种植的乐趣 体验自然的魅力 四,环保健康 使用有机肥料和防虫方法 更加环保健康 八,阳台种菜的小技巧 一,使用回收材料 废弃的塑料瓶 木箱等都可以用来种植蔬菜 二,利用空间 利用墙壁、栏杆等垂直空间 增加种植面积 三,选择容易种植的品种 对于新手来说 选择容易种植的蔬菜品种 更容易获得成功 四,记录种植过程 记录种植的过程 包括浇水、施肥、收获等 方便学习和总结经验 相信以上资讯能帮助您打造一个舒适的阳台蔬菜园 享受新鲜美味的同时 增添生活乐趣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